从小到大,我们在课堂上,历史老师每每讲到五代十国这些比较乱的年代都会一笔带过 现在很多人都不清楚五代十国是什么意思 今天小四给大家捋顺五代十国这段历史 首先,五代十国并非指一个朝代,而是指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是指介于唐末送出的这段历史时期 唐朝灭亡之后,北方陆续出现了五个政权 分别是后梁、后唐、后晋、后汉、后洲 但这五个政权并不是并存的,而是先后承袭的,所以就叫五代 又因为前面的朝代都用过这些国号了 历史学家为了便于区分,所以就加了个后字 而在五代的同时,南方有九个割据政权 加上北方的北汉与中原的五个政权并立 因为这十个割据政权基本上是同时存在的 为了区别五代传承,称之为十国 正同史学家们因为这五代政权王朝位于中原 所以称他们为中央王朝 十国为割据政权 五代是国,但更是代表一个时代的朝代 总之,五代十国这是社会动荡,战乱不断的年代 后被赵匡应统一,建立宋朝,结束了五代十国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就点赞关注并转发吧